台东县第一座大型的圣诞树 坐落于新生公园 在台东县长黄建廷 议长饶庆林 以及县议员张国舟等贵宾 共同点灯下 正式和大家见面 12月24号圣诞圆那一天 我们也会在整个铁花路 还有我们的新生公园这边 办一系列的活动 从24号一直到化年 然后一直到1月4号 这个联系假日结束 每一天在这里都会有 在这个区块 在这个area都会有活动 白色亮点 红色和金色的圣诞装饰 将圣诞树点缀得缤纷耀眼 连外国友人都忍不住 在这棵圣诞树前拍照留念 大人小孩都喜爱 我觉得这棵是很漂亮的大棵 远望圣诞树 加上背后大楼的闪闪灯饰衬托 台东的夜晚 增添了不少圣诞节的氛围 东台新闻黄威台东市报道